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玩过这款游戏 我觉得就是 有点像怎么讲 放置型的类型很多啊 像以前养香菇啊 然后养动物啊 然后开开便利商店 最早放置型的始祖 是不是便利商店啊 我有点忘记了 但如果是老玩家 应该对这类型的游戏 并不陌生 那这款游戏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有客人进来 然后你就戳戳他 戳一戳他就会掉金币下来 然后偶尔会有一些奥客出现 那这个游戏比较 这款游戏他比较 我觉得设计还不错的地方 就是他的 画面吧美术图还不错 哈哈哈哈 然后旺密很可爱 然后有蛮多事件可以去解锁的 然后对战奥客的时候也蛮有趣的 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打地鼠啊 之类的 比反应速度啊 基本上还没有遇过 打不过的 基本上还蛮好玩的啦 这款就是一款休闲少品 那游戏属于免费的 免费下载 所以你想要玩 随时都可以上去玩 然后有内构 有内构 有内构就是一些经验条啊 衣服啊之类的 国产的 可以支持一下 你们可以玩玩看 这款游戏 好吃 够买改为 OK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喜欢我内容可以帮我按个 like 跟订阅 也随时欢迎再来跟我聊天 也可以在我影片下方留言 看说你对这游戏玩过以后 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是建议我想做 做什么样的影片 也都OK 我是艾伦 我们下次见 掰